好的,我们现在来到了山洛的洋域河镇 然后后面我们发现有一台类似牙洞的东西 然后我们跟当地人了解之后 有人说这个是土匪洞 有人说这个叫巴人洞 还有人说这个是古代的一种墓葬 就是他们会把墓葬放到这个悬崖上 是央视曾经报道过这个 请了一位专家 专家说这个牙洞是古代的一种墓穴 然后在清末民国时期 是有很多土匪在上面居住 所以当地人会把这个叫做土匪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